杨世光在《金钱报》有一集介绍宋朝侍卫宰相 范仲淹王安石蔡金与贾士道的金融创新与经济改革 历史定位蔡金与贾士道是坏人 主持人杨世光提出一种可能性 北宋南宋可能早就要挂了 蔡金与贾士道出来力挽狂澜 才延续北宋南宋的生命